海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节查射新闻 我是胡欣平 中华民国就要迈入建国百年了 美西南区的百年国境筹备会宣布 将会在12月的31号中午 举办一场名为欢乐跨年赢百岁的庆祝活动 邀请到所有乔民以及洛杉矶各个族语的朋友 一块来参与跨年升级活动 来分享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喜悦 走进记者会现场除了看到各家媒体人员 与摄影器材与南加州各地侨胞 那种非常喜悦的神情 另外大家都围上了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丝巾 让现场气氛文心极了 而现场也都看得到各式各样 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纪念品与文宣 欢乐跨年赢百岁活动召集人朱碧云宣布 这次跨年活动是由罗省中华会馆 与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所主办 将从12月31号中午的迎宾酒会开始 才接力方式进行 12点钟我们在洛桥中心 一路到晚上我们的节目分了很多段 最精彩的我想是下午的两点 我们要和台北元旦的升旗典礼 一起同步观赏这个卫星转播 中华民国庆祝一百年活动 美国西南地区筹备委员会 为建国百年筹划了一系列活动 由欢乐跨年赢百岁活动揭开序幕 邀请了乔包及主流社会人士参加 分享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喜悦 台湾观点是张崇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